通常透過幾個途徑 一個就是去垃圾房撿 或者是舊樓拆樓 有時是整本相簿 就會撿到 另外可能是去懷舊店 或者是去摩托街 舊的地灘搜尋 粗略數過嗎? 我估計大概接近二千張 你說二千張多不多 有時又不是多不多 有時反而我會覺得是精不精 例如常年代較遠的相片 例如有特別形式的相片 那些我會覺得是珍貴 我相信其實收藏最大的問題 就是如何分類和如何處理 那我現在會首先 會把自己的收藏相片 就用電腦掃描 在電腦上分活別類 那方便自己將來找相片 或者是如何把那些相片 再做一個深入一點的研究 都是需要的 在這些老照片裏 你看到整個家人 是很多人 是一個大家庭 兼且你看到相片裏面 是大家很開心的 這件事其實是一種凝聚力 那我經常覺得 這是一種過去 或者是有一點失落的情懷 我自己感覺上 其實我們從出生 可能是嬰兒子 有些人已經去影樓拍照 記得一個童年的照片 然後你就慢慢長大 然後就可能出來做事 由正演相 然後到結婚拍結婚相 然後就可能有子女 又跟小朋友拍照 然後到人多 又跟父母 和祖父母拍張全家福 而至於人生最後的階段 都可能要拍一張 叫車頭照片 都要去影樓拍 所以我經常覺得 在人生裏面 除了病之外 基本上生、老、死 都可能會和影樓 扯上關係 就算車子 那一年 都會納得很快 一年 之後 就算出生了 你會不會 這麼快 你會不會 那一年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